大家好,欢迎来到毛孩知识 在这里我们会为你解惑毛孩日常中的大小疑难杂症 毛孩跟人一样都会老,随着年纪渐长 身体机能也会逐渐下滑,出现老化的现象 一般来说,如果毛孩超过七岁之后 就会正式进入高龄化 健康也会雪崩式的下滑 当毛孩出现以下这些状况 都代表你的毛孩已经开始老了 首先,在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体型及毛发 可能会渐渐消瘦,毛发稀疏或变色 眼睛也会容易变白变雾 甚至眼神涣散,行动变得缓慢 食欲不振,情绪异常,湿静 等等都是毛孩老化的现象 建议各位市主们 当毛孩进入高龄化 健康检查绝不能少 平常也应该补充营养品 维持毛孩的活力与健康 才能让毛孩享受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哦 今天的毛孩知识就到这里 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有任何毛孩的疑难杂症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那我们下次见,拜拜 爱宝,宠物保健专家 关心您家毛宝贝的健康